共享单车押金退款要几天 现在的共享单车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了 而且大规模的烧钱站已经结束了 烧钱站结束之后 很多共享单车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押金如何退还给用户 之前也出了很多关于共享单车押金退还困难的新闻 在5月16日 针对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 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中 就有关互联网评注行车押金 最长退款周期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的规定 在管理办法中提出 运营业本着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 却有必要收取的 应当提供运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个人存款账户 在家里面的带来自行转押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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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